雷狩猎了一只麋鹿 获得了300斤的肉 夜晚他在荒野里过夜 第二天 黎明再次来临 雷也从睡眠中醒来 他不禁唏嘘道 昨晚真是一个 漫长而又寒冷的夜晚 略做休息后 他开始忙碌起来 今天他要把鹿肉安全地带回家 为了便于携带 他准备制造一个雪橇 他砍伐了两棵长度相近的小树 作为雪橇的支撑杆 接着又找来一些松树枝 再裁剪了几根木头作为横梁 然后开始将它们组装起来 这种拉链领带特别实用 雷不是土生土长的山地人 他深知打猎也要讲究与时俱进 因此他会经常使用一些 现代化的工具 这会让他事半功倍 时间不长 他就完成了雪橇的制作 随后他把鹿肉全部装到雪橇上 将它们牢牢绑紧后 他用腰部顶着雪橇的横杆 启动后正式出发了 距离车辆的位置大约有5英里 这对他的体力将是一大考验 厚厚的积雪 既提供了雪橇滑行的条件 但同时也带来麻烦 雷一脚深一脚浅的脉步 如果靠着惯性 雪橇并不难拉动 但积雪使他举步维艰 如果雪橇一旦停下来 想要再次启动男儒登天 雷喘着粗气 不断地压榨身体的潜力 试图一步步地往前走 可他的体力总有到达极限的时刻 雷终于停下来大口地喘气 调整好气息后 他再次出发了 这一刻 他仿佛化身为一头黑牛 拉着牛车向着未知的区域负重前行 而艰苦的磨难 不断地降临在他的身上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他总算拉着雪橇爬到了山顶上 接下来的路程是下坡路 他刚松了一口气 却没想到 下坡路更是灾难 惯性导致的他 只能被动地奔跑起来 好在意外没有发生 但也给他累得筋疲力尽 而好消息是 越野车就在前方 雷产生了一种 从地狱来到了天堂的幸福感 他把肉全部转移到车上 然后踏上了坂城 一路无话 他很快就回到了家 并把肉扛到了屋里 虽然他很疲惫 但工作远没有结束 他要对肉进行一些保质处理 这些肉试过冬的关键 雷虽然是一名狩猎向导 但他尊重每一个被他杀死的动物 而利用好每一份肉 是对猎物的最高礼节 用盐腌肉是一个古老的传统 盐可以去除肉里的水分 能够很好的预防寄生虫的滋生 雷先把盐倒入桶的底部 再把一个肉块放进去 然后撒上一层盐 接着又放入一块肉 不断地重复这个过程 等木桶装了差不多的肉以后 他开始制作盐水 将盐水煮沸后 倒入木桶里 使其覆盖所有的肉 下一步 他要处理这张鹿皮 同样是用盐来去除水分 这是保存毛皮的方法 接着他开始处理鹿头 头骨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首先他要把外皮包掉 再把上下额分开 接着搜集大脑物质 这是用来揉制皮革的重要材料 完事后 他把鹿头放入锅里煮 为了使肉可以完美地分离 他添加了一些碳酸钠 而且他还可以美白头骨 沸腾的过程需要持续几个小时 时间一分一秒地度过 雷感觉时机差不多了 他把头骨取出 然后把上面残留的肉末去掉 再把脱落的牙齿放在桌子上 雷非常享受这种生活 每一天都充满了挑战和惊喜 花开两朵各表一只 在蒙大拿州的牦牛河骨 汤姆今天要给年轻的独孙上一课 10岁的汉克是徒弟肖恩的儿子 他对户外的生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汤姆对此非常欣慰 他准备将一生所学全部倾囊相受 这是一张新鲜的鹿皮 今天的课程就是围绕着他 传授汉克揉制皮革的方法 汤姆拿出一件成品 让汉克感受一下他柔软的手感 等把他的兴趣调动起来后 汤姆大致讲解了一下操作过程 然后拿出一把刮刀 这是用麋鹿脚绑定一个钢刃做成的 用它轻轻地一刮 毛发就会顺利地掉下来 伴随着一股股的清脆声音 毛发不断地掉落下来 汉克聚精会神地看着 等他了解得差不多了 汤姆递给他另一把刮刀 让他亲自尝试一番 在愉快的氛围下 两人不断地刮毛 经过一段时间 毛皮已经刮得差不多了 汤姆用剪刀把边缘给裁剪掉 现在的皮肤比较粗糙和僵硬 需要对其进行软化处理 汤姆把一桶水倒在皮肤上 准备浸泡一段时间 而两人则去享受午餐了 等午休过后 他们重新回到工作室 从水里取出露皮 然后来到屋外 把他披在木架上 汤姆对其进行刮刹处理 进一步去掉上面残留的脂肪 完事后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他把瘦皮浸泡在制隔夜中 这是用水牛的大脑物质和热水混合制成的 其中含有霉的成分 可以分解皮肤的组织 使其变得柔软 等浸泡十分钟后 汤姆把瘦皮挂在木杆上 通过扭动木棍的方式 将其中的水分挤出来 等液体排解完 他们回到工作室 通过来回拉扯的方式 使皮革变得更加柔软 因为露皮是由细小的毛发状纤维组成 通过拉扯 可以改变纤维的结构 最终达到软化皮肤的目的 汉克同样想要参与其中 他接手了汤姆的工作 开始热火朝天的忙碌起来 汤姆乐呵呵地看着这一幕 可惜汉克的力量不足 很快他就败下阵来 于是汤姆再次上手 忙碌了一阵 露皮已经拉扯得差不多了 摸着像毯子一样柔软的瘦皮 汉克大感神奇 今天他算是大开眼界了 同时对汤姆的敬仰 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他会记住这有趣的一天